下一支這個是ASUS Zenfone 3 那因為我一直狂用這支手機 然後讓它的電池已經膨脹 然後它自己把它的手機撐開來了 超級可怕 就是因為我看到這個電池已經膨脹 然後把電池撐開來 我才想說要這個計畫 把這個所有舊的手機把電池全部取出來 因為這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炸開來 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拆開吧 它的硬體是沒什麼問題 螢幕破掉但是硬體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電池炸開來我就把它拆掉吧 安全比較重要 OK 拆開這支手機 哇塞這個金屬被蓋還不錯的質感耶 哇塞你看這個一體成型的金屬被蓋 質感還不錯 OK你看這個電池已經膨脹了 跟我們剛剛那個舊的電池一樣 都是已經膨脹了 看起來蠻可怕的 那現在是冷的狀態已經就這樣膨脹了 然後我們一使用它整個會這樣子撐開來 然後把手機螢幕跟北蓋自己撐開來 真的是超可怕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排線 上下主機板的排線給它拔下來 電源的排線也拔掉 電源的排線也拔掉 然後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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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黏的也非常非常的緊 PullTab 好 呜呜呜 呜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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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得到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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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池真的是爆炸难拆 我已经把这整个电池揉烂了 真的是超可怕 随时都要爆炸的状态 这是3000毫安时的电池 已经被我用到快炸开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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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成功把这个ASUS Zenfone的电池取出来啦 OK成功把这个Zenfone的 OK成功把这个ASUS Zenfone的电池取出来啦 呼 嗯 来我们最后一支手机 这个是小米Pocophone 那这个被盖已经被我取下来 因为它的电池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 下一支这个是小米的Pocophone 嗯 那这一支 下一支这个是 Oops